美国梦吸引来自世界各地无数人的追寻和向往 那些怀着梦想的人们尽其所能 以各种方式进入美国 并且渴望有一天能够真正的成为美国公民 自由富足的生活在美利坚的土地上 在第三个故事里 我们来认识几位来自中国的新移民 三十岁的小陈来美国已经五年了 最近他刚承揽了一个装修餐馆店面的活 和他一起工作的还有另外两个年轻人 巧合的是他们都来自同一个地方 并且都姓陈 小陈出生在中国福建 一个叫做浪崎岛的小渔村 当地许多年轻人都像他一样 选择了装修作为生计 装修也不是第一手手 是因为我们没办法 没有文化 没有什么 只能去装修 只能靠体力赚钱 五年前正是靠着装修的手艺 小陈找到了来美国后赚钱的第一个营生 此后便一直坐了下来 我能不能问大概平均下来一个月能有多少块钱 平均 平均很难啊 如果平均的话 像我这样 好像这么多年 平均一个月还不能够平均两千块 这里是位于弗吉尼亚州 伍德布里奇市一处临街餐馆店面 店主人是一位早年来美闯荡的福建移民 今天是小陈他们正式开工的第一天 刚开始测量工作 就发现图纸和实际尺寸间存在不小的差距 所以现在就要停工了 没有停工 我们打电话怎么改 我现在都可以改 从现在起到未来几个月的时间 小陈们大都会在这里用餐 这家以经营快餐为主的店面 和他们即将装修的店面 同属一个老板 老板又是一位陈姓福建同乡 小陈们的生意通常都是这样 由同乡介绍给朋友的 在小陈们看来 老陈的成绩 堪称他们的榜样 不仅即将拥有两家店面 还娶妻生子 买了大房子 过上了标准的美国式生活 我在这边的话 就是在这边赚钱 在这边花也是一样 没有钱 哪里有钱 就是赚的刚好花的话 就是这样的 在你们这边就是 省市景观的话 可能还有一点情深 就是说真说实在 像我们这样子 复杂也蛮整个 小陈们的家乡在中国大陆沿海一带 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 一个主要的原因是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 当地兴起了出国热 并愈演愈烈 大约三分之二的当地成年男子 都会选择到国外闯荡 并把这条路作为有朝一日 可以发家致富的途径 只是在若干种进入美国的方式中 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偷渡 当时一共有多少人 偷渡是吧 我那一批二三十 就是我们从胡州 胡州坐车去深圳 深圳再去香港 古巴再去布里斯 布里斯再去莫斯科 偷渡的时候就危险吧 没有偷渡的时候 我们都是签证 我们直接签证到古巴吧 都是正规的吧 偷渡是怎么偷吧 除了还要走路 偷渡就是坐船啊什么的 走山路啊什么的 穿树银啊这样 走平永啊什么的爬山啊 就这样一路一共用了多少天 我算快的一个月左右吧 那快的就是中间没有停顿啊 不快的都被它停在半路上 一两年了都有 如果抓得紧啊什么什么的 它就不安排着了 就在半路上休息了 那这期间的费用怎么包 费用都是舌头包的 小陈提到的 由舌头包的生活费用 只是这些偷渡者们 为偷渡所付的一个零头 有的人勤劳一点 三四年 不勤劳的话 十年十几年都没 黄黄的都有啊 谈起三年前那段艰险的经历 小陈显得很淡然 这段在常人眼中 极不寻常的经历 仿佛并没有给他留下太多的记忆 尽管那是一条 游利于生死之间的道路 大多数来美国的福建人 几乎都曾有过类似小陈的经历 只是每个人的运气和故事 有所不同 不是啊 我是被移民局抓的 被移民局抓了 啊 你跟我讲讲怎么回事啊 没有怎么回事 就在车站抓了 然后进去坐 一个晚上 第二天把我送出来 就这样子 送到哪里 送到车站 哪里抓的送到哪里 那然后呢 然后我就 我就买下车票 跑留在这边 你那个时候 人生地不熟的 谁帮你 谁去接的你 很多在唐人街 碰到很疑问 纽约的唐人街 聚集着从中国 偷渡来美的 大多数福建人 初来乍到的偷渡者们 通常都会在这里 开始他们在美国 生存的第一步 这个阶段最重要的是 就是想办法 让自己的身份合法 没有啊 就是 因为我们每个人 来都要去 那个 做那个 政治庇护 政治庇护 是美国移民法通过的 基于因政治原因 而畏惧回国的人士 在美国取得永久居民身份的一种特殊待遇 在规定的几类政治原因 诸如种族 国籍 政治见解等类别中 宗教信仰和计划生育 对于和小陈差不多情况的福建移民来说 批准你最高 压力从钱 这个钱你的环境 而且还要 而且它主要是周围的 周围身边的人 每个人都在平平地工作 我们也放不下这颗心去玩 近年来 舌头收取的偷渡费用节节升高 小陈几乎是从到纽约的第二天 开始工作的 自称在家游手好闲的小陈 来美国后成熟了不少 也更加有责任心 但记者问及他未来的打算 小陈总是用最简单 最直白的四个字 做以回答 打算不了 打算不了 你老是这句话 没办法打算 很早以前我就开始打算 很早以前我就开始打算 做三五年回去 现在做到现在这样子 想回去也没办法回去 打算的都是没愿 计划赶不上变化 每天想着也没愿 反正生活每天都是上班 除了上班就回家睡觉 也没有什么 也没有什么好特别的 生活压力和语言的障碍 让很多像小陈一样 偷渡来美的年轻人 交由圈子狭窄 导致他们的婚恋竞争压力 变得比生存压力 还要来的现实 三十年女朋友 都没有怎么想这个 那你想找个什么 想找个什么样子 能跟我在一起一辈子 这对于每天忙于工作 又时刻面临生存压力的他们 无意加大了择偶难度 尽管如此 小陈们却都乐观地表示 他们将继续并坚定地在这块土地上 生活下去 将来打算在这儿安家吗 这一定的 你不想 你不想回国吗 想回国 回去干嘛 都在这边 如果都结婚 甚至都在这边了 当然要在外面过来 干嘛 要回去 在很多人看来 这些用特殊方式进入到美国的年轻人 具有惊人的适应和生存能力 他们在文化水平低 经济条件差 甚至缺乏最基本的 勾风技能的情况下 仍然在这个陌生国家辛苦地打拼 并规划着未来某一天的愿景 还可以 至少在赚钱这方面 比中国好多 没来之前 你觉得美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 资本人 你会觉得 没有想过 没想过 对呀 我可不可以说 你当时来的时候有点忙碌 可以这样 是很忙碌 但是这步也没走错 是自己算的 就算是走错了 也就这样就走下去 小陈告诉我 他们三人目前合租一处 对于马里兰州巴尔提摩市市郊的公寓 但随着他们的辛苦打拼 总有一天 小陈们会一个个娶妻生子 会陆续地搬离那里 而那处普通的住所 也将和我们今天讲述的 这个平凡的故事一起 成为小陈们实现美国梦的历史 和见证 美国奥巴统记者 袁全徐崇伟 华盛顿采访华盛顿